可以让主体自身旋转 或者是让摄影机围绕主体 前者只有主体在明显变化 没有太强的动感 而后者的画面透视会随着物具一起改变 拍摄的角度变了 背景也会发生变化 这种富含动感的运镜 被称作环仪镜头 环仪镜头是以镜头的一个分类 既然环仪的效果这么好 那为什么平时很少见到这种镜头呢 主要的原因也很简单 首先电影的运镜都是有目的性的 环仪镜头的视觉效果太突出 所以使用时要比较谨慎 而且时刻在改变的背景虽然很好看 但也很容易让拍摄时的曝光疮帮 尤其是灯腿 这点懂了都懂 其实防止灯距疮帮 也是遵循轴线的好处之一 我们平时拍摄时 也总是会先把分镜中一侧的曝光先拍完 再曝光拍另一侧的场景 放到拍外景中就是常说的强时间 环仪镜头由于会移动到轴线的另一侧 就会把灯距也一起拍下 如果灯位较低 摄影的影子有时候还会打到拍摄主体上 有时只布了一侧的景 那就更是直接NG了 解决的办法就是改变拍摄的角度 或者是调高灯位 如果能让灯距和摄影车一起运动也可以 再就是纯自然光拍摄 无论是哪种解决办法都是比较麻烦的 第一个队的角色黄罗一周以上的镜头 可能就是由鲍豪斯在法斯宾德的《马尔塔》里拍摄的 抛给法斯宾德的道德问题先不谈 作为一名电影导演 他无疑是最有才华的那一类 为了制造男与主角相遇时的宿命感 他想到利用镜头的旋转 来制造头晕目眩的效果 最终的效果在现在看来可能会稍微有点刻意 当时对当时的观众而言 是全新的视觉感受 从此环一镜头便和爱情产生了联系 在各种电影电视剧中十分常见 其中最广为能知的 应该就是《泰坦尼克号》的这段 环一镜头也常用于激化矛盾 可能是由于摄影机环一时 背景虽然一直在改变 但镜头的内核仍然是画幅里面的拍摄主体 所以环一会起到类似强调的作用 来强化甚至是创造一些情感 当然环一的速度也和影片的节奏有关 面对面的角色在环一的争吵下 矛盾会随着环一的速度逐渐深化 而且由于角色的朝向一直在改变 也能完成类似繁杂镜头的剪辑效果 而背靠背的角色在环一镜头下 由于都是面部朝向观众 在画幅的旋转下 他们在段落里合为一体 升格配合上环一镜头 能够产生很强的冲击力 如果再加上仰牌的角度 那若是一个经典的黑洛逊了 环一镜头也能体现一个角色的恐惧 无助 慌乱 有时也会在角色进入一个新场景时 环一拍摄 这环境可以是在吸引他 也可以是在压迫他 虽然我很不喜欢阅读理解式的 对电影镜头过度解读 但事实就是如此 在影片中环一镜头的作用千变万化 当然效果也很好 环一镜头类似摇镜头 利用拍摄对象的改变 来给出更多的信息 在剑语行动中 环一镜头加上升格 将爆炸的惨状 扎下给了观众 这真的很酷 当一群人把一个人围在中心时 环一镜头也是最常见的表现角色空间关系的手法 想到这儿我就随便找了一部电影 没想到真就是这么拍的 当莎斯比亚的这个段落给我印象最神秘 还是这个前腰上升镜头 在电影中拍摄某个角色看到什么东西 一般前一个镜头是角色看的眼神 下个镜头就是看到的内容 可以是一个带光线的过节 或者是像戏剧客客一样直接给角色的主观镜头 180度的环一镜就能做到不用剪辑 也能交代角色看到的东西 视角的处理 是导演要仔细争足的重点 这个运镜在二次元作品中很常见 一般还会加上前推 从眼睛的大特写 转到后脑勺 有些也是用瞳孔来进行装场的 这个镜头实拍是几乎不可能做到的 在一些长镜头中 也总是使用环一镜来进行画面主角的切换 如果几个角色围住在一张桌子前 用缓慢的环一镜头拍摄 角色的镜景是再寻常不过的了 出得多 挣得多 明白 事成之后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 咱们分两大家族那点刀了 一百八十万不用还 不就是剿匪吗 剿 咱们把张麻子截走的那点钱 全拿回来还给黄老爷 到那个时候 这一百八十万 就是九牛身上的一根毛 您还在意吗 不就是个小小的张麻子吗 笨 旋转的画面也常用于转场 在运动中切换镜头是比较自然的 再加上利用相似形状转场 环一的转场就会更加的流畅 这些广告里会在镜头旋转到遮挡的前景时 加上遮罩来进行场景的转换 但说实话 我们拍摄广告时 大部分的运镜都是为了制造动感 也就是为了运镜而运镜 毕竟如果让消费者感到画面枯燥了 那这广告也就失败了 拍摄者想要做到环一的效果 摄影机运动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 比较常见的就是使用摄影车和轨道 或者是斯坦尼康等稳定设备 特殊的角度就是使用摇臂 也见过稳定器搭配平衡车来拍摄环一镜头的 效果还不错 如果是些小物件的环一镜头 也能使用电动滑轨来拍摄 现在广告中的大物件环绕 一般都是使用机械臂的拍摄 航拍的环一镜头 视觉效果一般都比较好 有些人称这种运动为刷锅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飞宇最新推出的蝎子稳定器 产品命名的原由是 稳定器的外形像一只蝎子 蝎尾部分是一个可拆卸的遥控手柄 遥控手柄装上稳定器后 就能充当体肤手柄的作用 而且还能调节相机的参数 以及稳定器的轴向 还能控制稳定器自带的跟胶器 很适合单兵使用 加上RF2470还有小肩兔龙什么的 全部装上去试了一下 效果还不错 稳定器采用的是内置电池 使用Type-C的充电接口 最后说一下 这可拆卸的遥控手柄真的挺有意思的